大家好,我是Dan 昨天英国PBC公开的2018年Pennison事件的纪录片 在韩国一天内就超过了300万次的观看 报道此消息的韩国媒体影片也超过了100万观看等 引起了非常大的话题 在PBC News Korea频道上发布的这个纪录片中 除了目前已经公开过的事情之外 还包含受害者的访谈以及加害者们的未公开影片 尤其让韩网最惊讶的是 影片中可以看到在一个派对场合中 Sung Lee激烈地抓住一名女性的手臂大声喊叫 并抬起手做了威胁动作 此外,纪录片中还公开了一段 Sung Lee在一次聚会上炫耀自己是 致命组合BikBank成员的影片 而在这个纪录片也披露了一个新的事实 在Sung Lee, John Gingang, Chua Chuan等人的 Kakoto区聊组被曝光 引起与警方勾结争议时 与Chua Chuan有交情的Kuara主动联系记者 对事件的采访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 她帮助确认了对话中提到的警察总长的真实身份 Kuara的亲哥哥在接受采访时 也表示Kuara确实提供了这样的帮助 报道该事件的记者表示 Kuara主动联系并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女性 Kuara还曾表示 自己也是报复式色情的受害者 这一经历使她更加坚定地支持这次采访 当时Sung Lee涉嫌介绍新交易和非法拍摄等很多罪名 被最高法院判处一年六个月有期徒刑 于去年二月刑满出狱 穷军牛和全军火因集体 非法拍摄及散播影片等罪名 分别被判处五年和两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目前也刑满后出狱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们国家的媒体真有问题 就算采访也会在高层那边被阻止 现在被BBC报道之后才开始重新播报 真的看了影片后吓了一跳 完全不把人当人看 犯罪者依然安然无恙的生活 刑期也荒唐的难以置信 这个国家疯掉了 Kuara也告诉记者说 他们有很多奇怪的影片 那些和他们一起玩的男孩们 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太过惨痛了 以至于我连节目一半都看不下去 看到森林安全军我这些加害者们 现在毫无影响的参加派对 我内心充满了愤怒 他们是有多小看女性 觉得生活容易的话 能做出那些事呢 就算让他们反省一辈子也不会悔改 非常感谢BBC重新关注这起事件 我们不能忘记 必须坚实和惩罪这些仍在发生的犯罪 确保有能力和制度来应对 这才是真正的媒体应该发挥的作用 对于BBC报道的这个纪录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最近女团Promise9成员旁机文 在进行直播的时候透露 我想要在今年收到我的第一次结算 该直播播出后 再很往引起了一阵争议 尤其让粉丝们感到惊讶的是 Promise9今年已经是出道第七年 考虑到Promise9拥有一个非常忠实的粉丝群体 不仅能够让他们的单独演唱会全场受光 而且他们还参加了很多活动 而他们竟然还没有收到过第一次结算 这一事实对粉丝们来说难以接受 此外成员以切耀在5月7号的直播时说过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 我想进行活动 为什么只有我们Promise9长时间不能活动 这太让人难过了 引发了被冷藏的质疑 而对此当时所属公司曾表示 Promise9的回归准备正在顺利进行中 今年不仅会有音乐活动 还会展示特别的摄影展等多样的活动 我们计划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但是对于结算问题 有媒体在20号询问了所属公司Pledis 但所属公司表示 没有特别要发表的立场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所属公司能发什么声明呢 如果真的有钱却没有给他们的话 那成员们早就采取法律行动了 如果是收入很少 没有钱可以给他们的话 不过参加者要负担选秀节目的费用 真的是很荒唐 不仅仅是这里 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 这些费用应该由制作方来承担才对 真的太过分了 工作了7年却还是一无所获 这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不管是行业特性还是其他原因 都不能成为这种情况的借口 这样的待遇实在让人无法忍受 Pledis还是中小公司的时候 一直以来都没有收取练习生的费用 并且在结算方面做得很好 所以很好奇与期间一年之间的合约 如果Promise 9这样有粉丝基础的团体 都没有收到结算 这就太严重了 难道不应该多安排活动 或者出国演出来增加收入吗 感觉他们的需求量应该是很大的 对于出道7年次的Promise 9没有拿过结算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